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跟大家分享我日常穿搭的Candy 你们好吗今天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另一种我夏天非常喜欢的一个style 就是一种吊袋高叉连衣裙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款式就非常简单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 可以看到在这边它是一个这种高鞋 差的一个这样高差的一个连衣裙 但是它这一款连衣裙 你看它的腰肌线它是从这个腰这儿 然后开始它从这腰这儿开始往下这样差过来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片的 因为它是这样的 但是呢你从正面看它又不是差的很多 所以就给大家一种就是这样斜着 然后斜着往上提拉的感觉 然后就感觉这个整个人就往上提 然后腿特别长的感觉 因为它这个是高腰高叉 所以不会特别暴露 你看这个腿这儿 就是你可能走路的时候 你看我站往前走 它可能会就站往前走 它可能会就是露一点点腿 但不是露很多 然后就给人一种就是特别神秘 然后就是特别特别性感的感觉 你看我就是站往前走啊走 然后如果有风的话呢 它如果风往这边吹 风来 它风往这边吹呢 它就会有一点点就是这条腿也可以露出来的感觉 就是这样呃这样吹 那你平常走路的时候 可能是这边有叉对吧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非常喜欢这条裙子 然后它这条裙子上面 它也不是这种就是这样一字的 它是有一点这样的小波浪的形状 因为它这个不是我自己弄的 是它就是这个裙子剪裁 它就是这样的 然后给人一种就是特别性感 就是想性感加一点点 就是想曲线的这样的感觉 你看这样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就是很平很平的感觉 如果它加了一点就这样 就稍微来一点这样小波浪 就特别感性特别性感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后面就是这样子 非常简单的一个裙子 然后这个颜色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夏日就是给人一种特别凉爽的感觉 是baby blue 就是淡蓝色 这是蓝色吧 对 我可能有点色嘛 但是淡蓝色就是天蓝 就是特别特别的适合就是夏天穿 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夏天的颜色之一 然后我的鞋子呢是搭配的是一个这个 白色的人字托 因为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的衣服是淡蓝色对吧 然后下面的鞋如果我配一个就是 如果配一个黑色的话 就会给人感觉一种 头轻较重的感觉 所以你这一身如果你想 走开 如果你想选择 如果你想选择就是 比较清爽的感觉 所以我建议你这一身都是比较 light 比较清的那种颜色 就不要有特别重的上黑鞋 那种淡蓝色就不是很配 然后看我这个鞋有点小心机 因为它这个鞋是一种塑料的人字托 然后它这个还有一个小蝴蝶 小蝴蝶 然后就特别Q 然后本来它这个蝴蝶是两边 它这鞋两边都有的 但是呢 我就把另外一边我就给那个 手动 我就给拿掉了 因为我觉得有两个蝴蝶 就是太多了 就一点点小点缀 在鞋上有一点点小点缀 一个补贴就可以了 太多的话就太满色了 然后头发呢 就是很自然的就劈开了 劈散开 因为连衣裙的话 我觉得就是 比较随性一点吧 头发比较自然一点 没有必要就梳起来 或怎么样的 连衣裙我一般都是这样劈着头发 然后 我觉得比较自然 然后妆容呢 还是我喜欢的淡妆夏天嘛 就是我画了一个眉毛 打了一个那个防晒 然后这套look的点睛之笔 就是这个嘴唇 嘴唇我今天是涂的颜色 比较深一点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脸 因为你身上穿的带颜色的嘛 如果你整张脸就是比较素的话 就会给人一种特别苍白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这个嘴唇 就是比较红一点 就能跟你这个颜色就是相得益彰 然后就比较精神一点 比较好看 因为对吧 不能都是这张脸 不能都是这种惨白的 因为身上穿的颜色的 那这个look呢就是非常简单 然后也特别适合夏天跟朋友一起逛街呀 或者是出去约会呀 跟男朋友出去约会呀 或者是大家去烧烤呀 然后晚上吃点什么大排档呀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一个 一个乐部的Style 可以 方式 穿搭 一是对穿搭 这样子的 Style 什么 造型 对一种造型 特别特别特别的那个简单 然后随意也挺 也挺那个时尚的 然后就是这样 一起的去 走走走 也不会特别的那种就是暴露 哦对了忘记说了 而且你就穿这种 你看这种材质是比较柔软的 对吧 穿这种柔软的材质 脸衣裙比较包身的 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穿无痕的内衣 就是你的内裤啊 或者内衣一定要穿无痕 要不然的话 你看你就是这块 就臀部这块 如果你不穿无痕的 这比较好看的一个曲线 突然间来一个内裤的边 就在这儿 补起来 就非常非常的 不协调 不好看 所以一定要穿无痕的 让整个这个look 看起来就是 特别的美丽丝的瑕疵 然后也特别的顺滑 好了 今天呢 我夏日最喜欢的 吊袋连衣裙的这个穿搭的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了 点赞 关注和转发哟 你们也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你们想看什么 有别的一些就是出去玩的穿搭呀 什么的都可以留言给我 然后我们再见啦 拜拜 哎 肯定啊 嗯 那下一期呢 下一期拍的怎么呢 下一期嘛 我想想 哦 下一期我可以就是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日常就是 休闲混搭的一个我最喜欢的一种方式 然后我平常也是 嗯 总是这样穿 你知道吗 一个混搭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啊